要我说呢 我是上辈子欠你们家的 这辈子跟你们缘分还真不浅啊 好不容易甩掉你哥 又跟你成了一家人 还在叫你生嫂子 你说是吧 嫂子 灵灵 姨娘改天教你 你自己先玩会儿好吗 嗯 二少奶奶 您先请坐吧 有话咱慢慢说 说来也奇怪了 以前因为你哥的事 我跟杜萧云还交过手 现在却成了他太太 你呢 还到我们萧家闹过 现在全城无嗓子 老天真会捉弄人 以前的事 还请你多包涵 哎呀 我随便说说而已 你紧张什么 嫂子 坐 大哥对你还好吧 还好 哦 呀 你脸怎么了 我 我不小心胖的 哦 我还以为是让大哥打的呢 哎呀 这个大哥脾气是不大好 幸好萧云不像他 不然啊 我可就惨了 你不知道啊 萧云可会疼人了 上次我们闹别扭 哼 我都没有想到 萧云竟然跑到我家里 跪下给我盗窃 还敲锣打鼓的 八台大叫把我接回来 还说什么 以后再也不惹我生气了 说真的 看见你们俩好起来 我由衷地替你们高兴 祝福你们 哎呦呦呦呦 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刺耳呢 大少奶奶 是话中有话吧 你误会了 我是真心地祝福你们 那好 我也衷心地祝福你们 希望大哥手下留情 千万别往营处打 打人还不打脸呢 让人看见笑话 不好意思 二少奶奶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把你抢程度差不多 我老娘 你快要留住 我让我 Low娘 我让你去 老娘 半岁 鸣牛 我没有 我来 你来 我回 Kat 你去 这次 我回到你 我来 我去 你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谁 你说嫂子呀 聊聊天罢了 紧张什么 我都听到了 听到又怎样 我就是看到爱爷 说几句话气气得还不成 她是你嫂子 你应该尊重她 怎么 心疼吗 有本事把她抢回来呀 无理去闹 我警告你 你以后不许为难她 娘 这是我爹托人 从长班山带回来的 给你老婆补身子 不用了 留给向云吃吧 还有呢 这是孝敬你和爹的 难得你这么孝顺 那我收下了 有事吗 来 坐 最近向云对你还好吧 怎么了 是向云欺负你了吗 向云的心 根本就不在我身上 她心里 像这另外的女人 我哪有啊 修女 她怎么可能 想到另外的女人呢 你还不知道吧 你和洪秀女 不胜福道 勾走了 小云的心 你要替我做主啊 秀女不是这样的人 你可千万 别误会她管 她和红绣女的事 我都听说 这绣女跟萧云 都是沉织吧 烂骨子的事 现在两个人都各自成亲了 以前的事你就别老提了 也别跟绣女过不去 都是一家人 和气为重 知道吗 是我 怎么 让我把你娘告状去了 我的事不要你管 听我说 弟妹 红绣女是谁 红绣女是摇钱树 我爹是要折她挣钱 我娘就怕我爹 你找我娘找错人了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说呢 娘怎么竟趁着她说话了 哥 你可是好人呢 你可不能不管呢 再说 他们两个人这样下去 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你说是吧 明白 明白 我告诉你 你只要是阻止红绣女 在老爷心目中的地位 怎么阻止 你倒是给我支个招啊 多简单啊 阻止绣装开不起来 不就结了 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一点 我不知道 不过你要记住了 你要没有本事阻止啊 就别瞎折她 跟我一样 乖乖认命吧 哥 兰花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咱们可以有其他办法阻止老爷开绣装啊 你就别卖关子了 直说吧 咱们阻止不了老爷 可以阻止红绣女啊 老爷之所以要开绣装 那是因为看上了红绣女的手艺 只要咱们在红绣女身上多动一些心思 那不就成了呀 那不等于没说吗 手掌在人家身上 我们能怎么办 你有什么好法子 有了 兰花笨 兰花只能想到这些 阻止她刺刑 阻止红绣女刺刑 有了 就这块吧 嗯 哎呀 哎呀 兰花你用力呀 用力了小姐 搬不动呀 哎 吻死了 你再用力呀 真搬不动呀 你 你干什么吃的呀 灵灵 真搬不动呀 就要有梁将坐 你让一会儿就过来 啊 快点快点 这时间 哎 二少奶奶 你们搬这些石头做什么呢 嫂子 哦 二少奶奶重了一棵树 她说小树是在金兔家的见证 她要亲手搬几棵树 把小树围起来 可是这石头太重了 那我来帮你们一起搬呢 谢谢嫂子 来 那我喊一二三 我们一起用力呀 嗯 来 一二 再来 大树奶奶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来人 大树奶奶是咋的 快点来人哪 小树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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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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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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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伯 怎么样 怎么样 她的伤势非常严重 我建议呢 要截掉手指 截掉手指 那嫂子以后就不能刺绣了 不 不能截掉手指 可是如果不截掉手指 可能会导致伤口大面积的恶化 到时候恐怕连手掌都保不住啊 听大夫的吧 人没了 袖装又没了 先保命吧 爹 要不这样 让嫂子自己决定吧 你们都不说 我就说吧 情况是这样子的 你的手不是受伤了吗 大夫说很严重必须要给嘎了 但是你一嘎完之后呢 就不能刺绣了 你要不嘎的话呢 一感染的话 也许连手掌都保不住了 我的话说完了 你自己拿去 你自己拿去 然后我刺绣了 你自己拿去 说 我自己去 不和你 你老实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什么态度 好像是我砸了红秀女的手势 姑爷 不关二少奶奶的事 都怪兰花力气太小 手一软 石头就断了去 这事也不能怪兰花 石头搬不动 自然会落下来 谁让她不及时把手缩回来呢 要怪 就怪她动作她慢 你别跟我废话 红秀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们